孟晚舟在北极上空写下了这千古的绝句 其中有八个祖国 四个中国 一个国家 中国红是照亮我人生的灯塔 月是故乡名 心安是归途 闲窗外一片漆黑 机翼上的航行灯闪烁不停 在寂静的夜空中 这些许的微光显得格外温暖 此刻我正飞越北极上空 向着家的方向前行 马上就要投入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阔别三年的祖国已在天涯咫尺 尽香情更切 不觉间泪水一抹忽了双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 往事一幕幕闪祸 恍若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左右迟处千头万绪难抉择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日夜徘徊 纵有万语难言说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山崇水赋 不知归途在何处 没有在深夜痛苦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一次次坠入深渊 又一次次闯入暗夜 曾让我辗转难眠 更让我刻骨铭心 泪水抱怨 化解不了愁苦 伤春悲秋翻阅不过泥泥 与其困顿挣扎 不如心向阳光冲出阴霾 有些风浪难免艰险 唯有直面才能阳翻远好 有些抵达难免迂回 历经波折终会停波靠岸 无数次奔跑 无数次跌倒 唯有此次让我倍感坚强 无数次出发 无数次归家 唯有此次让我热泪盈眶 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给我温暖 浩瀚星河 总有依于我希望 感动于心 感激于情 我们祈祷和平 幸运的是 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 我们崇尚伟大 可贵的是 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 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我 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和中国人民是如此伟大 全体同胞 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 让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 感谢亲爱的祖国 感谢党和政府 正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 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 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 与我一起经历风雨 见证岁月 安放我所有的喜乐苦碑 是你们的遥遥相伴 陪我越过层层山丘 是你们的默默守护 带我跨出重重荆棘 感谢亲爱的伙伴 有一种浪漫叫并肩作战 有一种纯粹叫全力以赴 有一种果敢叫奋不顾身 回首此间满是静水流深的情意 和雷霆万针的担当 感谢亲爱的同事们 虽然分别已久 你们的真挚鼓励和持续坚守 让我们始终风雨同舟 艰难争成波澜壮阔 赤诚初心历久迷心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你和你们 就算素未谋灭 你们的浓浓情意 窃窃问候和深深祝福 如一道彩虹 搬斓了坎坷路途上的一羽天空 五月梦回 最是心底那一轮明月 那一江春水 那一缕香丑 亦是我滞留他乡三年 每分每秒的心灵归宿 秋风略过 登基前温哥华已须寒衣加身 此时祖国的秋日正是天朗气清 暖阳和煦 期待一年好景致 再赏城隍局律史 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回家的路 虽曲折起伏 却是世间最暖的归途